第十五回 帮紅酸嬌上大莊 嘩 鳳冠霞屁 大紅新娘抱 拍到紅酸嬌的臉 鄭晚妹 幫她在殯邊插了一支禁錫就說 嘩 好靚啊好靚啊 酸嬌姐 你做了前軍主將夫人 就不用再帶兵精戰 紅酸嬌一點都不開心 她對著快鏡 左照右照 嘟長嘴就說 哼 什麼夫人姐 我是紅酸嬌 幾時都要領兵打仗的 鄭晚妹等位玉娟走出房 神神秘秘地拿出一支 翡翠玉做的長命鎖 握在手就說 酸嬌姐 你看看好不好看 是誰的 紅酸嬌就接了過來 領來領去玩玩一下 只見這把光炎四四的長命鎖好靚 側晚妹就說 是人家送給你的 誰送的 她不給說 她說這塊玉是她媽傳下來給她的 用來劈邪的 她送給你 送你做賀禮的 紅酸嬌一猜就猜到 是林鳳翔送的 她當堂就愚愚愚愚 看著鏡頭的自己 突然是這剎 扯了頭殼的頭飾和眷花下來 連頂鳳罐也扔了一二扁 噔噔聲就跑出房子 氣勢這麼跑 跑啊跑啊一條氣就跑上牛排領 只見林鳳翔騎著馬 在巡巡撩 來遠見到紅酸嬌震風地跑來 不如都凶了一下 等他跑到快來 林鳳翔的照舊坐在馬上高 好冷幕地問 我在巡巡撩 你找我做什麼 紅酸嬌看不到他那麼冷淡 于是乎又炸嬌又生气 你下来 对不起 主将夫人 你不要防我公务 林凤祥说完就骑马照走 唉 老实说 林凤祥做得这么绝情 正一天阿超雀夫就迫着来的 一来 我于天皇上一天就亲自上门交代 以来他都知道红酸嬌的品性 只要林凤祥自己敢斗篮 红酸嬌就更加话知你 什么离经半道的事都做得出来 各位 林凤祥的心思红酸嬌一点都不知道 他更加不会想到洪秀传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 他这时真的一味得个生气 他生气林凤祥没胆 没男人骨气 他轮转身 哼哼哼哼哼跑回到牛排岭 当他停下脚 轮转头望上岭顶的时候 看见林凤祥还站在那里 一路目送着自己 唉 他心头一热 后悔不应该 正说拿这么重的说话来刺激他 那实是秀传哥对他施加了压力 不是凤祥他不会说违心说话的 那洪酸嬌有没有回天之力呢 没有啦 或者是上天注定要他做萧朝贵的妻子啦 他从今往后 只能将林凤祥真重的小心翼翼收传在心底啦 几日过去 大战就终于爆发了 三里虚战场上 烧烟滚滚 太平军的骑兵步兵 正在那里向前冲杀 那些冠军呢 溃不成军 向后退却 任差李星元就亲自上来督战 渴令不准退后 唉 那些退兵啊 哼哼哼声好像潮水那样 连李星元都被撞了下马 激到他哼哼咬了口血 在另一个战场道 那个清军提督香榮 见到太平军五色旗下 有一群骑着马的人 个个都穿黄袍的 于是他就对那些暴将说了 哈哈 是匪首 我们去抓他们 他们只会群龙无首 就等于玩完的了 于是乎 向榮就带着几百个骑兵 静静闻山后边摸过去 他在高波道督战的洪秀全地 一帮人 一点都没有发觉 这时洪秀全还对蒙德恩 一帮人好有意地说了 你们看 官军被我们打到落花流水了 唉 他发梦都猜不到 这时向榮已经抄后路上来了 捉拆口啊 敌军一开声叫 将洪秀全地一百几十人 团团围住 洪秀全那帮卫兵 拼命地抵抗 蒙德恩保护着洪秀全 跑到山坡 被二三十个敌人死死追着尾 还吵吵吵吵向洪秀全借战 看洪秀全被追上了 咦 几乎 谁知又马失前提 将洪秀全都搭了落地 咦 有几个敌兵来捉洪秀全 一骑马就飞奔而立 骑士大脚一声 过来啦 然后武器大刀 左斩又杀 杀败了敌人的骑兵 日彎腰 被洪秀全 将他放在马上 帶著洪秀泉殺了一條血路直衝出去 到了安全地帶,洪秀泉落了馬 先認出救他的人是曾水源 洪秀泉就說,唉,今天如果沒有你曾水源 我就是這麼大了 曾水源就說,天王是聖主 有天父保佑,怎會有失的呢 整天曾水源身水身汗 全身的衣服濕透了 腳上有傷,血水、汗水、泥水混合就張住了 洪秀泉看著這個虎背紅腰的紅臉漢子 慢慢去想,怎麼都想不起他是邊樹人 更想不起在邊樹認識他 又不好意思直接問,拐彎抹角地問東問西 曾水源就吐著大氣話 天王啊,你不記得打和花的事嗎? 一說到打和花,洪秀泉心底一線記憶之門就打開了 這是五年前的事 他去山人村全靠 那年天很悍,適逢和開花 山上邊的和田,那些和全部都乾爭爭,黃琴琴 糟了,那些農民這一年不方好修成了 除了交租就只有一個吉,又要黑色逃荒了 想到這樣,那些農民還變有心機呀 個個冤口冤眠 無意間,洪秀泉又發現,有兩棵田的和山得特別漂亮的 綠柔柔的,他就問怎麼回事呢? 大隻佬爭水源就告訴他,那兩某地是東家自己留起來耕的 正一是肥田來 平時修成比東家出租的租地,起碼高出一倍的 原來那個財主是以這兩某地為交租的基準田 農民租了他的地,每年就要交修成的六成做租的 這個地主規定,是不以農民種地的產量為依據 而是以那兩某好地的標準來收租 這樣一來,到了秋天,農民起碼要交修成的八成給地主 唉,風調雨順,還有點執著 那天一不爭氣的,不是連租都不夠交,還哪有生路呢? 洪租傳就聽明白了,他站在那兩某好田邊 想了一陣,眉頭就鬆開了 然後叫曾水源拿一條長繩來,他說打和花玩一下 所謂打和花呢,即是兩個人,一人一頭就站在田邊 手道就拉一條長繩,從開著和花的和道就刮一次 只見那些和花被繩一刮,紛紛揚揚地跌落地 那些農民一見就拍行手掌,都說洪先生好聰明 我們自己一尾懂得捱捱的閉矣,為何想不出這麼絕妙的好竅呢? 來指著那個財主,這樣一刮,起碼就刮了一半和花 到秋收,減少一半的收成 那再按契約,以這塊地為基準,交六呈租的 那些農民就交少很多租 那個財主這樣啞仔食黃年,又虎講不出了 那洪秀泉就是這樣駁得到山民對他的好感 他記得在田頭道,用啞撥裝山泉水 先後幫幾十個農民洗個禮 第一個接受洗禮的就是曾水源 洪秀泉今天當然特別感激曾水源 他說,日後,朕一定會好好對待你的 你是朕的第一忠臣 曾水源什麼都沒有說 衣開嘴很坎口的笑笑 洪秀泉就問他有沒有洗 他說有個叫曾遣才四歲 洪秀泉就說 喏,你叫他媽媽,給他心機照大 讓他好好地讀書 喏,曾水源今天救了洪秀泉一命 就被天王封為第一忠臣 但以後他的結局是十分淒慘的 像是後話 再說,三里虛大節 又一次令到生生的太平天國揚眉吐氣 新任的廣西巡虎周天爵 不得不悲嘆 賊越戰越多 而我兵越轉越險 實在無法剿滅之 但他不敢用這麼悲觀的論調上周朝廷 他所能做的是上推下射 責怪提督向榮,放縱姑息 攻擊陰差李星元 吳董軍務,時事空談 將兩次敗北的責任 推給李星元 向榮和李星元就被擊到生蝦跳 兩個馬上聯手反擊 聯名巨咒攻擊周天爵 過了沒多久 李星元又生氣又怕 他在五月十二日病死在軍營上 三里虛的慘敗震動了自以禁城 咸豐皇帝對助師杜秀田很生氣 不是這麼言聽雞蟲 咸豐認為他用人失當 才導致三里虛的兵敗 經過幾天的思索 於是咸豐大膽起用 年紀還挺輕下的宿信 咸豐看中的呢 就是他夠大膽 敢做事 敢直言 而人家攻擊宿信的 亦剛剛是他的膽大妄為 宿信被任為內閣大學士 但他的地位呢 沒有內疚杜秀田、蔡上柯這兩位老臣子大 當咸豐在養心殿召見杜秀田、蔡上柯的時候 宿信也破例一齊給召見 咸豐已經得到李星元病固的奏保 他最憂心的是周天爵和向榮的不和 控制不到局面 這兩個人都請止再派眾神前去廣西主持事務 只見咸豐就喊聲嘆氣地說 唉 長無辛亂 不能跟隨 浸心為憂心 望著咸豐散弱的臉口 杜秀田一陣陣難受 咸豐一登基 天下都未曾太平過 杜秀田就為自己 替皇上解憂而苦惱 他很憂心 但是幾乎又找不出什麼詞句來安慰咸豐 咸豐面前那碗冰塘燕窩 一口都未動過 杜秀田就說 情色盛蕾 諸神一定能夠早日平定匪亂 洗泥民復生的 唉 咸豐總是覺得他心不好受 打開礦機道一個盒 拿了一粒藥丸出來 嘔聲吞了下肚 一副無力應付煩惱的神態 縮順望他一眼 唉 知道他亦很難 一登基 天天都是心凡事 本來咸豐是個出名的戲迷 一天都離不開戲班 只這幾天他都沒心機聽戲 咸豐對杜秀田說 一天都是你 你力戰兜天象 如此無能 看人不行 還是換旗帳吧 素髮花白 慈眉善目的蔡上柯就接口說 向榮周天爵連戰連敗 現在周天爵上摺嚴參向榮 肅姓冷笑著說 嘻嘻 周天爵這個酷利 由之惡人先告狀 這樣的偽觀 本來就不應該委以重任 咸豐倒轉頭去看看杜秀田 杜秀田有如芒刺在杯 急忙解釋說 阿神 認為他有雷麗風行之風 叔信就很不客氣地說 哼 知道在周虎台私底下 周圍跟人家說 他在京城裡有後台 咸豐突然問 誰是他的後台 對 杜秀田那邊一陣紅一陣白 叔信就說 周天爵 不是杜大人山東的桂童鄉來嗎 嘻 杜秀田嚇到一聲都不敢出 咸豐生氣爆爆地說 哼 隔去周天爵的總督咸 將他趕出軍營 回去桂林 暫任巡婦 停了一陣他又說 那個向榮秦定衫 一樣是走廊飯袋來的 將拔去花陵 交佈以柱 並與烏蘭泰查明真相密報 蔡上柯就點頭答說 喳 奴才等陣就去辦 叔信就幫向榮打抱不平講 皇上 向榮屢見公分 如果沒有不學無術的周天爵祭爪 他還是很會用兵打仗的 咸豐就斥責他說 嘿呀 你經常都說白旗兵怎樣腐敗 漢人又怎樣呢 啊 他專門捨一眼 站在旁邊的老師杜秀田 唉 杜秀田實在沒有臉了 不過咸豐對杜秀田 怎麼都要留點面子 事因他做到皇帝 都是全靠這個老師的栽培 原來是這樣的 咸豐是杜光的第四仔 他的財情本來就不如老陸 杜光皇帝本來有心將大位傳給老陸 這件事就被咸豐的老師杜秀田看在眼中 於是就處心積慮地開始為咸豐來謀劃 有一年 時積到南縣打獵 那幫王子趙勵是世家出遊 那天去打獵的王子 個個都打到很多獵物 唯獨咸豐兩手匈匈匈 連一支箭都未曾射過 引起了杜光皇帝的好奇 就問他為什麼 咸豐就對王父說 這個時候正是春天 百了萬獸 正值凡玉旗 射殺一獸 即使其子女無所依靠 將心比心 自己實在於心不忍 咦!這一下就贏到 杜光皇帝的寵愛 慢慢稱讚他 好好!有此人愛之心 如天下必能造福蒼生 當然 這一切都是杜秀田面秀基兒 由那次起 杜光就決定由咸豐繼承王位 有了這一段緣故 咸豐皇帝現在 又怎會因為老師 舉佔一個偽觀同鄉 而怪罪他呢? 蔡尚鵝和杜秀田 都主張揀選大元去督師 只落實到人頭 又莫衝一事 連續提了十幾個人 咸豐的頭都一尾打橫抹的 沒人會猜得到 咸豐現在正在打著 蔡尚鵝的主意 好!到到最後他才說 非眾臣不足以任時 朕就派蔡尚去啦 前一出 不知蔡尚鵝本人沒有準備 連杜秀田叔信都吃了一驚 蔡尚鵝自己就不要說話 杜秀田不出來幫他排解 就於理不合的 於是杜秀田就站了出來 蔡尚鵝是領班軍機大臣 朝中大事很多都要靠他處理 怎麼可以帶兵圓正呢 咸豐就閉嘴不出聲了 蔡尚我就會做啦 馬上啟就說了 奴才願望廣西 奴才想帶幾個人去 咸豐就說 人嘛 任你選 務必馬到成功 朕已經將廣州副刀統烏蘭泰調去廣西先了 其他人的你要什麼 儘管就上來 講完他起身在牆上 除了一把金剛四成的寶刀下來 放在蔡尚鵝的面前就說了 這把鴨必龍刀是祖宗傳下來的 外兄你拿去 找去你在軍中先斬後袖 咦咦 這把上方寶劍對於蔡尚鵝來說 既是榮譽又是倚眾 同時也是極大的權力 他向皇上講了一句 有了御字鴨必龍寶刀 必使軍前將稅同心合力 現在奴才兵多享足 視權歸一 定行託皇上福 重促奏功 獻富於皇城 徒報皇上之餘之恩 喏 這雲清朝皇帝調大軍來鎮壓太平軍了 要之後是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